好了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7日 回到明报布尚买新击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纳指 Dow Jones 冲到上去41,000多 但是你看到纳指上不了 当然 最主要原因就是 美国市场认为 美国会有机会在9月份减息 你减息之后 你看到那些 Small Cap 那些小价股 罗素2000 抽了上去 Dow Jones 抽了上去 但是反而那些大型科技股 就上不了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 市场预计减息的情况之下 其他股份会有机会 会上去 但是轮到科技股 我觉得是有平仓盘的出现 在技术面上 那些人就会去 离开这些大型科技股 因为基本上都升了很久 然后就去买入其他 例如 Small Cap 选择小价股 开始买入 因为有息口 开始调整 我们在技术面上 你看到纳斯达克指数 其实上周 这一棍真的做得不好 7月11日 20983 缩回来20377 虽然今周 反复还行 但在技术走势上 纳斯达克指数 似乎上不了 上周 已经做完高位 但在纳斯达克指数 在纳斯达克指数 正是不美 正是不美 我预期纳斯 当然 刀中是强的 罗素2000是强的 而纳斯 我会有机会 会出现一个 比较健康的调整 什么是健康调整 它不是一个大跌 而是那边都会继续升 而纳斯会出现一个 轻微调整向下 暂时来说 正常来说 如果你去博调整 指示位 就是上周 209813 利用那个位 一日未破 调整仍然有机会出现 如果你博调整 它不能上十天线 下一步的支持位 应该是20117 30天 然后再去50天 技术面 就会这样做 不是不直博的 亦是有理由相信 是有平仓盘的出现 而带动 因为始终都是纳斯达克 指数上 你那些大型科技股 已经升了这么久 亦都升到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投资者都会选择 随着息口减的时候 其他股份 都会有机会 在低位买上来 暂时来说 我会预计 纳斯会有机会 出现调整 当然 首要条件 就是 它不能破209813 就是这样 技术面上个星期 已经做了一个倒转随头 看下 是不是开始出一个 我们不是认为它大跌 而是认为 它会有机会 做一个短线的调整 向下 就是这样 好吗 今天就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拜拜